好,那我們再看一下,如果租約改變 好,我們只講租約改變這個部分就好了 然後第四個,我怕標準你們又搞得更複雜一點 就是如果我的租賃有包含了土地跟建物的租賃 那土地的部分,如果你到時候沒有移轉的話 土地就是算營業租賃,建築物可以算是資本租賃 只要你到期,這個租約屆滿,這個租賃物沒有無條件移轉 或者是沒有優惠認購權的話 這個租賃的土地的部分就算是營業租賃 因為當時要還給人家的 這是後面的427頁的一個例子 好,那我們現在,這樣這個例子有沒有問題? 這完全是跟課本一樣 好,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雖然期末考我一直給它出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勾的題目裡面 但是你如果自己沒做的話 我想你還是會搞不太清楚的 所以你一定要動手做 好,那我們現在接下來看一下 如果租約改變425頁 好,我們先從租約改變開始講 如果租約改變,而且這個改變並沒有變動租賃的性質 也就是說本來它是營業租賃,改變以後還是營業租賃? 那如果改變前它是營業租賃,改變之後變成資本租賃 那我說的,就跟你一開始變成資本租賃是完全一樣的 好,所以沒有什麼不一樣跟前面的 那如果你是營業租賃,改為營業租賃,這也很簡單 也沒什麼,就看你到時候規定的租金怎麼付 就怎麼付而已 就借租金、費用、貸現金就完了 那出租人就是借現金、貸租金收入 就沒什麼困難 下面講的是,如果你的租原來是從營業租賃,資本租賃改變之後 我們也先講說,它的租約改變,修改租約不變成它的租賃性質 也就是說,它是融資租賃,改變以後還是融資租賃 那跟我這邊的有點像 我的未保證產值改變的有點像 也就是說,我改變之後,我的運收租賃款應該是多少 我的承租人的應付租賃款是多少 然後重新去做調整 好,如果你的租約改變 但是不影響它的租賃的性質 尤其它是融資租賃 如果是融資租賃 那不管成租賃也好,出租人也好 這個租約改變,它都要變更 它都要改變 好,它都要改變 那我們就是重新去計算改變之後 成租人的應付租賃款應該是多少 好,出租人的應付租賃款是多少 然後再去做調整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市例20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 清上公司呢,在X0年初 然後資產租給上陽公司 條件是資本化的利率就8% 反正142銀行利率就是8% 每年租金是14578,然後是年底付款 那到X2年初的時候 租齊還有8年的時候 兩家公司都同意修改租約 租齊不變 好,然後呢 那每年的租金調升為16萬 那也一樣是期末付款 那屆滿呢 是出 成租人呢 把租賃物還給這個 上陽公司 清上公司 然後這個租物呢 沒有保證殘值 就是估計它沒有殘值 所以就也不用保證 那X2年初呢 好,這邊就不要讓你算了 好,就是不用從X0年開始算 好,直接告訴你 X2年變更的時候 然後應付租賃款的余額是85萬7792 資產是一開始的時候是99萬0736 好,累計則就是19萬8147 你要知道這個租賃資產 租賃資產99萬0736 就是一開始的應付租賃款的金額 也是這個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產的供免價值 那應付租賃款的余額是121萬4624 為實現利息收入是這麼多 好,總之 好,我們改變了這個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陳租賃跟出租賃要怎麼做他的調整分路 好,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根據我每一期的租金改為16萬 應付租賃款的限值會是多少 因為他告訴我 原來是14萬5000多的時候 在他二年初他的應付租賃款的余額是多少 那現在我要改成16萬 而且他還有什麼 還有8年 好,所以因為還有租期還有8年 好,8年 那銀漢他的資本化利率是8% 好,那沒有產值 所以我直接用16萬去算我的租金的應付租賃款 你看,在這個租賃改變之後應該要有的金額 好,看一下呢 16萬去乘上利率8% 年金限值 好,16萬8%的8期是5.746639 5.746639 所以算財是919462 好,應付租賃款是919462 但是我現在應付租賃款的 我現在改變的時候 應付租賃款的限值是多少呢? 這裡告訴你是582792 好,所以我的應付租賃款要增加 好,我們看一下 852792 所以我要增加66670 好,所以我的應付租賃款 要增加66670 好,這是一個 陳租賃,好,應付租賃款要增加的 但他這麼增加 對他的資產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因為資產的公民開始日呢 他的公民價值還是99萬736塊 所以不影響他的那個租賃資產的公民價值 但是不影響的情況下 我們待機應付租賃款 好,所以我的公民價值不影響 我想,但是我要待機應付租賃款 我的接方會是什麼? 回想一下我們剛開始 應付租賃款的那個財源的時候 我待放是什麼? 是我的租賃資產 所以等於是說 我的租賃資產就要去調整他 雖然他這個條件裡頭 並沒有去說他的公民價值有任何變更 可是你想,我的應付租賃款 因為做了這樣的一個變更 所以我的原來原始分度產生應付租賃款 是不是借租賃資產 但應付租賃款 所以當我的應付租賃款變更的時候 尤其他是增加 增加或減少都一樣 好,所以我這邊要寫的是什麼? 是我的租賃資產 跟原來的分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租賃資產的增加 跟我原來的公民價值是無關 好,這是因為 純粹是因為什麼? 我的租賃合約改變了 好,所以對於成租人來講 我就要做這個跟調整分度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做這個調整分度 就是未來我的租賃合約 就是我未來我承認的利息費用 跟我這邊所持過的原先的一個貪銷表就不太一樣 因為我已經改成16萬了 好,所以下一個年度 假設我們現在是差二年底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差二年初 差三年 差二年初 好,這是差二年初所做的調整分度 那差二年底 請問一下差二年底 成租人要做的分度 好,因為我們只做一個年度而已 所以說我們就不做,不寫貪銷表 好,當然如果你想說 我不知道我這樣寫對不對 你也可以什麼? 做貪銷表自己算看看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 到年底的時候呢 我要付租金 好,因為每期是期末付租金 所以我是承認利息費用 然後呢,承認,充減我的應付租令款 代替現金 好,這是陳租人 我的現金付的是16萬 那我的利息是根據什麼? 我的應付租令款 在差二年初算出來的限值 來算它的利息 919462 好,919462去算一下 看一下 好,我們的隱含利率 我如果現在是919 想一下 我現在的 我算出來的這個限值是 919462 那我是根據什麼? 根據8%去算出來的 所以照理說我一樣是這樣做 但是這邊有問你說 我要去重新計算它的隱含利率 好,表示什麼? 它有沒有什麼? 無條件償還 好,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陳租人 這樣做可不可以? 因為如果我算出來的是 919462 而且用8%來算的話 那換言之我每一期 應該用這樣子去算我的 利息費用是可以的 好,應該這樣我去算 我的利息費用是可以的 好,所以我的利息費用 應該是919462乘上點08 所以我的利息是73557 好,那我的應付租令款 要衝銷的金額就是16萬去減掉 好,我的73557就是 這我要還的應付租令款 所以是86444 還86443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做貪銷表 好,如果你也可以去做一下 8期的貪銷表 這個我的919462 8年之後是不是 它的應付租令款就零 付了16萬之後 它的應付租令款的余有就是零 因為就是衝掉了 因為它沒有產值 好,那這個上陽公司 它做的分錄 好,然後接下來看一下呢 所以看一下上陽公司 它就沒有寫 它利息費用有了 差二年的利息費用 有寫在這邊 好,462月 它說73557 跟我寫的一樣嘛 算的一樣 那同樣的 接下來就說我的 我的差二年底 我要呈現折舊費用 待累計折舊 那我的金額怎麼算 我本來是不是算出 我本來的資產是990 990 看一下我的折舊費用怎麼算 990736 好,我的資產的金額 990736 減掉198 我的累計折就在差二年初 是198147 好,這是我的帳面金額 但是我現在是不是又加了 66670 好,因為我這邊借了 租贏資產66670 好,因為 所以我這個時候的帳面金額 是這樣子 沒有假,直線法 沒有殘值 除8 好,所以直線法 去提列我的折舊費用 所以是990 736 990 736-198 147 加上66 6 70 除以8 所以我每年提的折舊 107 107 107 407 107 407 407 好,這是 每年的折舊 我每年接下來要做的折舊 基本上是這樣子 看一下後面有沒有寫 有了 在426頁 從差二年開始 每年提的折舊費用是107 407 426頁一開始寫的 就是成租員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出租員要怎麼做 好 那出租員呢 我的 銀行 我的 我要調整的是我的應收租令款 好,我的應收租令款 看一下 我的應收租令款 如果 我根據 剛剛所看到的 他已經告訴我 差二年初 應收租令款的余額 會實現利息收入了多少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如果我的應收租令款 我應收租令款怎麼算 是不是我未來會收到的租金 加上保證殘值 加上未保證殘值 那這個例子裡面 它好像沒有什麼 好,未保證殘值 也沒有保證殘值吧 好,成上八 我們現在剩下八年 看一下它有沒有保證殘值 沒有 好,它這邊呢 看起來它上面並沒有寫說 它有保證殘值 或者是未保證殘值 所以它是租期不變 然後租賃資產 為那個沒有殘值 好,這個例子上面再確認一下 它都沒有講它有殘值的存在 所以我的應收租令款是十六萬 乘上八 所以我的應收租令款在差二年初 是有一百二十八萬 但是我這邊講呢 題目上面告訴你 差二年初應收租令款的金額是一二一四六二四 一二一四六二四 好,所以我看一下一二一四六二四 所以我要增加六五三七六 我要增加六五三七六 才能夠把我的應收租令款的毛額 從一二一四六二四 調整為一百二十八萬 好,所以我要借的分路 好,這個我們把它查掉 跟這裡五萬了 這時候我要借應收租令款 因為要增加六五三七六 好,但是呢 我的應收租令款增加你去想想看 我當時的應收租令款是借應收租令款 就是我發生交易的時候出租人的講 借應收租令款 那我這個出租資產原則上 它並沒有告訴我 是我的公允價值發生變動 所以我只能直接代替我的什麼 未實現利息收入的增加 好,所以看一下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可以看一下我的分路是不是寫 借應收貸未實現利息收入 那我要做貪消表的時候 然後也就是說 我怎麼讓我的應收租令款 一二一百二十八萬 到最後 到最後的結果會等於 就剛好就貪消完了 因為它也沒有殘值嘛 好,所以 我們的應收租令款的限制 應該是說 我的隱含利率 我現在沒勤收到十六萬 乘上八期利率不知道 要等於我的淨投資金額 淨投資金額就是我的應收租令款 一二八六零去減掉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未實現利息收入 在變更之前是 三五一六零一 三五一零二六 加上 所以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這個數字 三五一零二六 因為我現在加了這個什麼 五六五三七六 所以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的金額也增加了 好,所以是 加六五三七六 六五三七六 所以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是四一 這邊是四一 四一六零四二 好,跟一百二十八萬去做比較 我是八六三五九八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 然後我們原來 原來的金額是多少 我們原來一二一四 六二四減掉 三五一零二六 十八六五九八 可是當時候是什麼 十四萬五千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一開始我們是十四萬五千五百 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八 那我現在調整 現在每期收到十六萬 所以表示我的I就不一樣了 因為如果I一樣是八的話 八Percent的話 我算出來這個每期付的金額 會不能是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八 也就是說我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八 乘上八期 八期然後那個利率百分之八的年金線 會等於八十六萬五幾 八十六萬三千五百九十八 可是現在我的每期付的金額 不是四萬五千五百七十八 而是十六萬 那我最後要看價的金額一樣 是八六三五九八 所以我的I就要重新去計算它 好,所以他就問你 我知道它的隱含利率是多少 所以除貨來八十六萬 八十六萬三千五百九十八 除十六萬 所以我的I是三點 五點三九七四 五點三九七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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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 好,假設我這麼多好了 好,我取的位數多一點 那我們去查一下 年金線值表 年金線值表 其數是八的 八它是介入什麼? 八%的話是五點七四六 六三九 九的話是五點五三四八一九 所以我們去查出來 這個利率呢,不是剛好哪一個 因為如果是I等於八的話呢 我這個限值 好,如果 這不是這樣寫的 這個如果 所以I如果等於八 其數是八的話呢 它的限值是 它的限值因值呢 是五點八%的話 是五點七四六 五點七四六 五點七四六 六三九 好,所以我這個數字比它還小 那所以找一個 因為一樣什麼? 一樣去找出它的區間出來 好,那九的話呢 是 我們剛看到五 九的話是五點五三 好,所以比它五點三九還大了 所以介於八跟九之間 五點五三 五點五三四八 五點五三四八一九 好 五點五三四八一九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算 它到底是八點多少 它不到九 所以我們要去算 它到底是八點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超過九 超過九 可是我今天算出來是五點三九多 對不起,對不起 八 這個比較大了 所以是 i等於十 對不起 這邊是十 因為它五點七已經比它還大 這個比它還大 就不對 我這個數字要在兩個中間 所以 i等於十 好,去查一下 我剛剛說如果i等於八是五點七多 對啊 它都在兩個字下面 所以我要找它是上下的 所以i等於十的話呢 是五點三三 五點三三四 九二六 五點三三四 九二六 好,所以我們這個算出來就是九點多 因為是介於九跟十之間 三三四 九二六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插補法了 好,所以我用九來算好了 加上 這兩個中間乘上一% 好,這兩個中間呢 五點 好,我先算上面 既然是這兩個相減 所以是五點 五點 五 三四 八一九 所以分子呢 是零點一三 零點一三 零點一三 七三三 好,那這兩個分母呢 就是五點五三四 八一九 跟五點三三 五點五三四 八一九 跟五點三三 四九二六 所以是零點一九九 八九三 好,看一下呢 零點一三 七三三 除零點 一九九八九三 所以是零點六八 所以是九點六八 七零 如果不要取那麼多的話 零點六八七 零點六八七 是跟課本一樣 零點六八七零 課本上面寫的 好,一樣 好,I等於九點六八七 六八七零 我算出來一樣 好,這樣對嗎 就是這樣子做 好,所以這個就是算 如果分子 我們的每期的租金是改成十六萬的話 我的貪銷的利率必須是 九點六八七 最後才會把它貪銷完 要不然的話就會貪銷不完 所以要去算它的隱含利率 好,這樣看得懂嗎 好,再來看一下 如果租約修改 好,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把這邊看完 第四點的部分 就不動產的部分 我們就不講了 所以考試也不考 我們就接 下個禮拜就講 第十六章 收入的認列 好,看一下呢 第二十一題 就說如果租約修改 使它的融資租賃變成是營業租賃 那就把當時候的這個資產負債全部充掉 因為營業租賃就不用承認這些東西 好 所以看一下呢 一樣是勢力十二 好,它給你的應收租賃款 應付租賃款 未實現立期收入 好,然後 現在說呢 我把它的租期 好,改為八年 然後每年租金降為十二萬 好 那這樣子呢 這樣的調整之後呢 它就告訴你說 它的性質就變成是營業租賃了 它直接告訴你是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呢 租賃物的供引價值七十萬 請你做這個 成租賃跟出租賃要做的 好 因為它從營業租賃 那個融資租賃改為營業租賃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修改之後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 那因為它是營業租賃 就存租人 不用承認應付租賃款 出租人 要把原來的出租資產把它收回來 因為賬上就要承認 因為它是一個營業租賃了 好 所以原來的分路就把它顛倒回來就好了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陳租賃 好 陳租賃稍微簡單一點 因為 它只要把原來的分路都沖掉 然後呢 這個中間的差額 就是租賃變更所發生的損益的問題 好 那個同學為什麼這麼早就要走了 好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因為就陳租賃來講 原來它有應付租賃款 我要把它沖掉 好 在X2年初 它有應付租賃款的餘額 看是多少 它原來帳上有租賃資產 我也把它沖掉 那租賃資產就跟著累計折舊 我應該把它沖掉 好 所以這些金額 在營業租賃資產都不存在 所以我通通把它沖掉就對了 好 那我的租賃資產呢 另一部租賃款呢 在那時候是852792 那我的租賃資產 那我的租賃 52792 加上198147 減掉 990736 所以我的代方要多一個60203 才會平衡 好 所以這個是租賃變更的利益 因為我的借邦比較大 好 這是陳租賃 那出租賃呢 一樣 只差在什麼地方呢 好 因為我收回來的這個租賃資產 它的公允價值剩下70萬 好 所以我的租賃資產 這條件上面 它告訴我出租資產收回來 70萬 它告訴我公允價值70萬 那我要把應收租賃款充掉 好 應收租賃款要充掉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也要充掉 原來在單方就寫到借方來 就充掉了嘛 好 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金額是剛差掉了 所以這邊是1214 624 好 那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像351多少 好 看一下 特別上面的 351026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借貸方 好 因為我的跟租賃 出租人來講 跟租賃有關係 就是什麼 應收租賃款 跟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都充掉了 我們的借方是351026 加上70萬 減掉1214624 所以我的 太快了 70萬加上351026 減掉1214624 所以我這邊有16萬 借方比較小 163598 163598 就是租約變更損失 因為貸方比較大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反正就是把 既然是 改為營業租令 所以資本租令之下 所有發生的科目 一定要把它充掉 好 那就出租人 這個東西 就回到他身上了 因為營業租令的話 出租資產 這個資產算什麼 出租人的 那一開始融資租令的時候 或者是銷售型租令的時候 他先把這個資產都充掉了 現在要把它收回來 那收回來的公允價值 只有70萬而已 你所以不能說 我當時候公允價值 一開始是990 990 736 然後呢 攤架到現在的 那個帳面價值是198147 所以他入帳的出租資產 是這樣 不是 因為我收回來的時候 必須以那時候的公允價值入帳 好 中間的差 如果相反的 我的貸方比較小 那我就寫了 租約變更利益 有可能兩個都有利益啊 好 不一定說 一邊的損失 就一定是另外一邊的利益 好 你看數字也不一樣 他損失是165 163,000多 他的利益才2萬多而已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這是租約變更 而且變更之後 從資本租令調整為 變更為營業租令所做的分路 這樣清楚嗎 好 好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搶到這裡 這一章就考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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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